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皮肤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越来越敏感 因为它很多的原因 那这些原因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自己本身 可能不管你是油性的皮肤还是干性的皮肤 还是可能一个中性的皮肤 它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一直一直的被损坏 甚至慢慢的变成有一点敏感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造成我们皮肤会越来越敏感 或者说是有问题的情况 在什么情况呢 当然在有一些气候转变的时候 那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们常年一个热天 那如果在热天的天气之下 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做保湿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热天的直下呢 没有很好的去把它有补水的话 那在整个一个缺水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呢 住间的什么呢 有一点敏感 也包括了我们生活的一个压力 它也可以使我们的自己身体的荷尔蒙 造成我们的皮肤呢 自己的一个免疫力呢 也越来越下降 再来我们的污染的一个空气 有没有 还有一个环境 甚至呢 现在的紫外线的一个破坏 包括了家里的整个一个塵满 也可以引起我们的整个一个皮肤呢 越来越改变 改变成什么呢 干燥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 如果说你最近有发现到 自己的皮肤有一点紧绷 或者说可能偶尔觉得说 哇 可能晒了太阳过后 或者是整个一个温热了 整个一个情况之下 有一点发红 有没有啊 还是呢 开始查一些产品呢 就有一点刺痛 那种感觉 或者说已经产生了一些 很油细油的一些红血丝 要注意了 可能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呢 你这整个一个皮肤的状况呢 已经开始了 逐渐呢 有走入了一些敏感的一个现象 那今天 在如果说没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之下呢 那我们在错用这些一些产补品的话呢 那有可能会加快这一种的破坏 甚至呢 甚至呢 如果说有些人以为出油 过度的一些清洁 认为 哇 这么干燥了 那么 那么肮脏了 那么没有很好地去处理它 过度类似清洁的话 那 越缺水 就越干燥 那整个一个皮肤的角质层呢 就会越来越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所谓的 我们的整个一个皮肤的一个屏障 就是被破坏 被损坏了 就这样呢 就会逐渐地引起了什么 敏感性 所以 这种敏感性呢 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油性啊 或者说是干性的皮肤 或者说 是一个中性的皮肤 它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种种原因呢 就会让我们呢 被破坏了 因为我们的整个一个皮肤 我们皮肤的整个一个 皮肤的一个保护膜啊 它就好像一个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今天 来保护着我们自己的 整个一个皮脂膜 保护着我们的皮肤 那保护了我们皮肤 是预防我们整个一个皮肤的水分啊 流失 然后呢 再加上 它有保护我们外来的一些 一些的细菌的整个一个 污垢也好 细菌也好的一个 我们知道我们的皮肤的最表皮就是一层的表皮层 这表皮层我们的这表皮层里面呢 它就有很薄的一个皮肤膜 这种皮肤膜啊 就比如啊我们今天我们在做一个保鲜膜 你看我们储存食物的时候有没有 我们要在放冰箱之前 我们会不会就把它wrapping起来就是一层的一个保鲜膜 这个保鲜膜的作用在什么 就是我们把这一个 食物放进冰箱的时候呢 它把这个食物里面的水分不在冰箱里面干燥的情况之下呢蒸发掉 同时也不让冰箱里面的细菌呢清晰 这一种的皮肤就好像我们皮肤的整个一个皮肤膜这样 来确保我们皮肤呢不让水分蒸发 也不让外面的细菌清晰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很多人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种种原因 自己被整个一个皮肤膜呢被破坏也不知道 所以呢逐渐呢开始呢开始有这些的敏感性 那今天今天我们要怎样去护理这一些 或是预防这一些的皮肤的整个一个破坏呢 那当然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一些保湿 跟一些修复的一个效果嘛 对不对 那对于一些清洁性呢 对于这种的皮肤已经被破坏了 开始有一点敏感了 那我们就是需要一些什么温和的一些洗面乳 这些洗面乳呢它又不能太减性的 它必须要一些微酸性呢 来让我们的整个一个皮肤的性质呢 开始了什么呢 适应温和去清洗 不要再刺激它了 OK 好 那当然在加强保湿方面呢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在修复方面呢 还是建议大家有补充一点的一些产品 有一点叫Ceramide 就是神经鲜岸的一些产品呢 它可以很好的去修复我们这个敏感性的一个肌肤 然后呢最重要最好最后呢还是一个做好一个防晒 那今天呢会跟大家来分享 即将在爱多美推出的这个爱多美鸡血草舒缓三建筑 就是这一套的系列 OK 就是这一套的系列了 那这套系列里面呢 它有三建筑 有Toner 有Ampuse 还有Color Cream 然后呢 它还在附加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个一个这个Gel Cleanser OK 这个Gel Cleanser来做一个清洁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爱多美的鸡血草舒缓系列呢 到底有什么特别 可以让我们自己本身 可以做到保湿 甚至呢可以修复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系列里面为什么会叫Dermaryal Cica Set 这个Cica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名称呢 Cica本身的一个名称就是鸡血草的一个学名 叫Santella Asiatica 这个Santella的C跟Asiatica后面的ICA呢 这一个简称叫Cica 它其实就是叫鸡血草的一个名称来的 那这个鸡血草呢另外一个名称叫老虎草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了 这个老虎草的故事是什么呢 原来啦 在专家的整个一个发现到 在非洲东南部有一个岛 这个岛呢叫马卡斯加岛 OK 这个岛呢也是世界上四大岛屿之一 那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岛呢就有一些草本的植物 然后他们发现到那个岛的一些动物啊 尤其是老虎啊 他自己本身呢因为跟其他的一些猛兽啊打架了过后有没有 然后有受伤 那他受伤了过后他们怎样去修复他自己本身的伤口呢 他就会在一个草地上呢打滚 在这个草地上打滚了过后呢 自己本身啊就是这整个一个伤口呢就会多几天就慢慢的复原了 后来专家们呢在研究发现呢 原来这一些的草地上呢就长满了这一个叫鸡血草 就是这鸡血草 那这鸡血草本身呢 原来又有一个成分啊 就是可以慢慢的修复的一个功能 后来在研究的一个发现过后呢 原来这个鸡血草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分 这个成分叫什么呢 抢鸡鸡血草带 这个抢鸡鸡血草带呢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呢 可以舒缓整个一个皮肤 再加上他整个一个分解的过程中呢 他可以将他分成一个小分子 变成一个鸡血草的一个神经鲜兰 就是这个SERAMINE的 这个SERAMINE呢本身呢就可以呢 慢慢的做一个修复的一个功能 所以今天啊 在整个一个系列里面呢 他另外 在多买的一个就是这个GELCLEANCER里面呢 他就是有这种鸡血草的一个成分 那这鸡血草的成分里面呢 这个GELCLEANCER里面呢 他又很温和又保湿 然后呢在这个温和保湿的之下呢 他也确保他的pH等值是非常适合这一些皮肤敏感的 他的等值呢是在pH很亲和我们的整个一个皮肤 在pH5.5到6.5之间 所以呢对于一些已经被破坏性的这个皮肤 病障已经有一些损害的人呢 是非常的适合的 ok好 那今天在整个这个系列里面呢 他有这四肢 那我们的顺势呢就是从我们的洗脸开始 然后呢再来查tonal 安瓶跟我们的cream 那今天我会一直一直跟大家解释 他是如何的一些应用的 那今天这个鸡血草的整个叫净肤的整个凝露呢 当你挤压出来的时候呢 他是透明GELCLEANCER的凝露状的 那凝露状的话呢 你只要稍微的轻轻的加水 然后呢打一些泡 那就可以很好的一个清理了 那对于刚才我讲的 在对一些敏感性的一个肌肤 他不能太过度的一个清洗 所以呢还好我们这个GELCLEANCER的整个一个设计呢 是可以很温和的 所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呢 看你只要挤压一小部分 然后呢加水轻轻的清洗就很好了 那当然如果说你在出外 出外的不过后呢 因为肌肤敏感的人 也不大适合去涂一些浓妆 那如果真的是你有除浓妆呢 你回来过后 你还是需要我们的深层卸妆油啊 去把它清洗 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淡妆出门过后呢 你只是可能擦一个防晒啊 口红而已淡妆而已呢 你回来的话呢 那其实如果说是这种的有一点皮肤敏感的问题呢 你用这个GELCLEANCER来清洗就可以 那你用这个GELCLEANCER来清洗的时候呢 在网上呢 你就必须再挤压一点 然后呢 再什么呢 打了那个泡沫多一点 然后呢才来清洗 它就会很好的又温和的 又保湿的 让这一种的皮肤呢 得到什么水分 OK 好 那今天 清洗完脸了过后呢 就开始呢 可以应用我们这一支 这一支我们的TORONER 这一个呢 什么呢 我们就是鸡血草舒缓的化妆水了 那这个化妆水呢 非常的特别 它特别在什么成分呢 就是它的整个一个特别呢 就是在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Calming Water 就是舒缓水 这种舒缓水呢 本身呢 是由八种植物而产生的 这八种植物有什么植物呢 就是 它八种植物里面呢 它就含有了 除了有鸡血草 它还有回甘 还有呢 我们的那一个 鼠药菊 还有呢 我们的那一个 飞肉菊 还有呢 还有很多几样的整个一个成分在里面 那这八样的成分呢 制造了一个特别舒缓的一个效果 在里面 好 那来我们看看一下 那今天 今天用了这个化妆水呢 怎么用呢 其实这个化妆水啊 它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急救的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它就是当你在出外 如果你在一个猛烈的一个太阳 在晒 在晒热 或者是可能你回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满面有一点好像很高温 热热的情况之下 那你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微小的一个面膜来做 什么做呢 你可以放在一个化妆棉里面 然后呢 你倒湿多一点 然后敷在那些你比较觉得有一点红啊 有一点热啊 那种整个一个痒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舒缓它 当作一个小型的一个面膜 也是非常的棒 它可以做一个急救补水的一个动作 然后它可以瞬间呢 也可以让你的整个一个皮肤呢 怎样 整个温度呢 瞬间的下降下来 就是非常好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它就可以舒缓你自己本身 这一些的敏感性的一些的症状 OK 好 那今天如果说今天在平常的一个保养中 你可以怎样做呢 如果说你要用整个一个查湿的方式呢 你可以倒在你的手 然后呢 直接查 那你直接查的时候呢 因为皮肤敏感的人 因为他刚才我讲的 整个一个皮肤的整个一个膜 已经被损坏了 所以呢 他自己本身呢 他自己要在查的时候呢 当你在查这个时候呢 轻要轻微 甚至呢 可能你就这样轻微的 轻搅他就好了 因为基本上敏感的这样的一个皮肤呢 他已经是整个一个皮肤膜破坏了 如果你再涂太大力的话 其实那种涂的方式也会造成你的皮肤呢 越来越敏感 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 或者说可以用这一个化妆棉呢 倒下去来慢慢的敷它 好 那查了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化妆棉呢 我们就来这个就是这个爱多美的鸡血草的舒缓的安瓶的 OK 那这个安瓶呢是给予我们肌肤啊 可以很好的怎样呢 一种保湿 甚至修复的一个机能 因为这一种的安瓶 就是鸡血草的舒缓的安瓶里面呢 他拥有了什么呢 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个强鸡 鸡血草带的这个成分之外呢 他就是拥有拥有了这个什么呢 神经鲜案了 这神经鲜案本身就是来自这一取在这个鸡血草的 那我们也知道说今天这个功能呢 他除了查了 就让我们的整个一个皮肤呢 在瞬间的保湿之外 他开始的慢慢的可以做一种修复的一个动作 OK 那使用的时候呢 你只要 按在可能两滴 他是一个滴管型 他是一个滴管型的 所以你开起来 他就是一个一个管滴 有没有 然后呢 你就是这个就一个滴 那如果说 脸比较稍微有脸 比如脸大的人 有没有 你可能可以两滴 OK 两个管 那查完了这个之后呢 他在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中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安瓶啊 他的整个一个分子是非常 很小分子化 然后呢 让你的整个一个整个一个皮肤的细胞呢 更容易的吸收 OK 好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鸡血草 整个一个吸血草的整个一个乳霜的就是 Cream OK 这乳霜呢 他整个你挤出来呢 他是成什么 颜色的呢 他有一点点的透明的 脚的一种情况 OK 那这个乳霜本身呢 卡布是乳白色的 他一些透明状的 那最主要呢 这乳霜呢 同样的 刚才 我们的安瓶 他给你保湿 那这个乳霜呢 他就让你什么呢 锁水 OK 锁水 甚至呢 可以调理我们的整个一个肌肤的整个一个情况之下 那因为在外出呢 可以建议大家 可以建议大家呢 可以怎样呢 你可以刚开始外出的时候呢 可以薄薄的查一层 如果是早上 那晚上呢 晚上怎样呢 你可以当做是当做一个呢 晚安的一个面膜 查厚一点 那你发觉到如果你查厚一点 你这一天早上起来的话呢 哇 你会觉得 你整个一个脸啊 是水嫩嫩的一个感觉 因为它里面呢 他帮你锁住那些成分 他就好像的 刚才你的整个一个保护膜破坏了 可是他这个就好像代替一个保护膜呢 来保护你的整个皮肤 让你的水分 不流失 甚至呢 又可以修复我们的整个一个细胞 非常好 非常棒 对不对 好 那 介绍了我们的这一个系列 这一个 鸡血草 整个一个系列 我们的整个一个系列 之外呢 那即将要推出的另外一个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 尤其是在MCO过后 大家的整个一个 一个体型是 像很发展的嘛 因为在家 就是每天 可能就是没有出去外面 连运动也不行 在家呢 天天的煮 煮多了就 就吃 所以吃多了就会怎样 心胖 体 破了 体胖了 OK 那很多人呢就想把自己 把它瘦下来 那今天呢 会介绍这一个产品呢 其实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瘦身 我觉得呢 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讲说 减肥啊瘦身啊 是一辈子的事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美食太多了 对不对 太多吸引人了 可是呢 这一句话 减肥是一辈子的事 是不是吗 因为现在的人啊 真的 因为饮食的习惯啊 可能做习真的不正常啊 又少运动 所以会引起什么 引起呢 真的是 体重会增加 那体重会增加呢 就会怎样 就会去寻找很多的一些减肥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瘦身的一个方法 普遍上的有些人是什么呢 可能呢 就想到进食 他觉得说 只要我不吃 可能我就会瘦下来了 那大家认为 进食是对还是错啊 不对嘛 对不对 因为进食的话 会让你自己本身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后来呢 有些人就是没有耐性 就觉得应该要吃药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吃了一些减肥的药 那我们知道这些减肥的药 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呢 是非常的多 那大家也知道 还有什么方法呢 运动 谁不知道运动 可以促进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 这种的一个减肥 就是在座的各位 有多少的人很坚持的运动的 有一天 停三天 一天 停一个礼拜 运动了一天 所以呢 那种持续性的这种运动呢 真的要坚持也是很难 所以呢 后来就是觉得说 是不是在在用一个什么 带餐是最好的吗 那带餐呢 我们又有分很多种 有些的带餐呢 真的 他整个一个带餐的方式呢 让那一个人的身体的整个一个 营养啊 不足够 因为有些的 在座呢 是一个叫 超低热量饮食的一个方法 叫VLCD 就是 very low calorie diet的 这种超低热量的整个一个饮食的方法呢 他可能可以快速的让你自己本身的整个一个体重呢 可能瞬间瘦下来 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一些脂肪减掉 可是问题 他来了 因为快速的这种的脂肪的一个减法呢 他会引起很多的健康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当你的身体快速的把脂肪减掉的时候呢 你的自己本身的肝啊 他会大量的分泌很多的这一些的胆固醇 因为这些胆固醇会结合这些胆质 也会让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胆有结实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我们讲说 我们要瘦身减肥呢 一定要有对的方法 不然呢 你越减就越累 越减越疲劳 越扁呢 可能有便秘的问题 有呕吐的问题 甚至呢 会泄温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吃错了一些药 大家认同吗 所以呢 今天呢 在爱多美呢 我们自己本身呢 就会推荐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营养败餐 如果没有的话呢 本来讲说瘦身是一辈子的话 可是因为方法不对 反效果 便可能什么呢 瘦身是明天的事 结果呢明天是谁我也不认识了 就没有坚持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推出了这一个 爱多美推出了这一个 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配方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用于控制我们体重的一个特别制造的一个食品来的 因为根据一个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出的一个规定呢 会需要减轻或者说你要增加体重的一个人的一个提供的一种的饮食的一个方案 听了非常的健康 对不对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许多的一些营养成分呢 可以让我们取代了部分的一个正餐 会让我们自己本身呢 在瘦下生来呢 又很安全 而且呢 非常的健康 它里面呢 它可以讲说 在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里面呢 它被认定为 可以持续性的一个饮食 什么叫可以持续性的饮食 就是今天你可以当作它是一个餐 而且呢 你持续去 长久这样吃下去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代餐来的 它营养的配方里面呢 拥有里面拥有了21种 它里面呢 就有拥有了21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 而且呢 里面是由8种 8种的谷类 蔬菜跟水果呢 制成的 所以它就当作是一个非常均衡的一个饮食 那你可以呢 可以当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其中一个什么呢 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这蛋白质呢 它提供的你每日一包里面 每日的需要量呢 是大概33% 那我们知道说 蛋白质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直到30岁到40岁 尤其是在40岁过后 每10年 我们身体的整个一个肌肉啊 因为我们知道肌肉是蛋白质组成的嘛 肌肉的流失每10年 流失大概10% 所以你想看 从40岁开始 你们有很好的摄取一个高品质的 但优质的这个蛋白的话 你整个一个肌肉量呢 越来越减少 50岁又在10% 60岁又在10%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经过了40岁过后 身体会越来越发福吗 就是因为肌肉量少了 脂肪就开始增加了 因为我们知道肌肉就是燃烧脂肪的工厂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去保持我们的整个一个肌肉的一个比例来讲呢 它就会让我们的整个一个脂肪越来越容易累积 那我们知道说刚才我所讲的 它里面的21种的维生素跟矿护质呢 它也提供了我们身体上 每天所需要量的这一包里面呢 需要量的大概33% 就是三分之一 所以今天你喝了这一包 它就当作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营养餐 让你自己本身身体维持非常好的一个新陈代谢 所以它对于这些瘦身的这些 要瘦身也好 或者说你可能要增加你这个体重的话 它是一个控制我们体重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养代餐 那当你自己本身有提高了你一个新陈的代谢 你自己本身的新陈代谢正常了过后 它会自然而然的 你会发现到甚至你身体所累积的一些内脏脂肪 都会慢慢的注减了 最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受生法 脂肪减少了 肌肉增加了 提高了你的新陈代谢了 它就会让你自己本身的整个一个体重 或者你的身材慢慢的苗条起来了 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好不好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自己本身因为这样的提高之下 当你哪怕是你自己本身在停止了 或者是在吃其他的一些正常的时候 它不会很反弹的效果 它不会很快的会马上又肥回来 不会因为你是很健康的提高你的整个一个肌肉量 提高了你的新陈代谢 所以过后哪怕你有在进食的时候 它都不受影响 OK 那怎样吃呢 其实很简单 它怎样吃呢 你可以当作是一个营养代餐 如果说你早上 有些人早上上班 如果说你觉得说 哎呀我很匆忙 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的话 很多人选择不吃早餐 其实是错误的 刚才我讲的 如果不够的一些营养成分 会让你的身体的健康 有一点不安全 那如果你可以当作一个早餐的一个代餐 非常营养的一个代餐 刚才我讲的 有21种的矿物质跟维生素 让你自己本身做一个非常营养代餐 或者说今天你可能吃了早餐 午餐 你可以带什么呢 晚餐 做一个晚餐 也非常的棒 那如果说有一些人 就要当作是一个健身 要增加肌肉的 有没有 那你可以在三餐之间 再多补充 你可以在运动前或是运动后 再补充这一杯的 这个SELIN BODY SHAPE 那它就可以让你的整个一个蛋白质的增加 摄取 那我们知道这些蛋白质的增加摄取 它这种的蛋白质是来自美国 大豆分离子的一个大豆 是容易消化的 所以在PDAS里面 就是在整个一个蛋白质能消化度的整个一个平分里面 它是拿到满分一分的 所以它是非常的容易消化 而且是一个高质的蛋白 所以对一些要肥充的 要整个要补充的整个一个营养蛋白质的话 这一个呢 你在三餐之间呢 再增加一包一包呢 它的效果也非常好 OK 那今天如果说你自己本身 如果说今天它整个一个包装 它也非常的方便 你看只要你撕开 然后呢 倒在我们的那个tumbler里面 然后加水 shake一shake 就是可以简单的营养的一个代餐了 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代餐 又方便 又可以给家人 因为它不只是给瘦身的人 你可以给你的孩子 甚至呢 不只你的自己本身 或者说是给老人家吃也非常的棒 因为它里面的这种高质的蛋白 有些老人家呢 早上或者是晚上 很喜欢去泡一些可能一些饮料 高汤的饮料 M日口的 或者说是C日口的 等等的一些饮料 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呢 可能是一个茶点 可是是一个很不健康的 你可以当作是一个早餐的一个代餐 给父母亲吃也非常的棒 所以今天这个代餐 不要认为它只是一个瘦身而已 它是让我们可以控制我们体重 你要加或是减都没问题 最主要就是它的整个一个成分 非常的安全 可以持续性的吃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的分享呢 因为这两个产品呢 希望大家呢 可以享用到我们这个爱托美的 高品质 低价位的整个一个产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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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